当然有人有了 我自己本身也担心 你们也看我的影片 陪我一起走过 你们当中也有人确诊 我们当时当然是这样想 我们一直骂 我们以病毒攻冲 但是你服心之问 你问你的良心 你现在看上海 你看中国 哇 怎么办 后来你又在想 如果我们真的用清零 行业全部没有生意了 现在开始喘一口气 我今天早上也坐出资车 我问那个驻驻车司机 他说是好多的 一颗感觉不同 他说每个都躲在家里 惨了 所以 你看现在中国真的很惨 这是真的 但是他们还有办法 不懂谁跟我讲 他们疯到没有物资 没有运输 没有 连牛奶粉 蔬菜 这些都有问题 是哦 因为可能每个城市 做封城的时候 这一方面没有去灵活处理 运输率完全断了 他都摇摇死了 你出来 没什么 没什么 买很多月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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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啊 没回 工厂没走吗 没有人去做猪糖粉 没有人去做包点 没有人去制造面 全部停 不能 那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会工整个食物的供应会 日常生活的那种用品 卖完了 用完了 就接下来就卡在那边 是啊 他们可能这方面 没有办法去想到 而且 压力又跌了一大了 我告诉你 你看 他们说上海的疫情 是比武汉还厉害 你看疫情多大 多可怕 那些官员每个 压力很大 所以他们现在面对 三餐也没有得知 有钱都没买 没有东西买 真的 他们讲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 我说了 他那时候去处理 处理到 在国会 王勋财 哇 我看他哭的时候 你就觉得 纵使忧国忧民 也是好 不过也有人讲 有了 我让你讲的很惨啊 什么东西都 不知道 不知道 最近也是有人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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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哥直播世界 是不是 是不是无间道 好像我那种 是不是无间道 好像一直替政府讲话 像 有人觉得这样 因为感觉上是这样 是吗 但是你们这样看我 你们又没有看我 从不同的角度看 好像你问我 如果从在野来看 老总理继续带领军的话 其实是对在野 是有利的 因为他没有完全放下 他应该放下 他放下 他跟几个准备退的那些资政 可能做一个顾问团 顾问团给意见 顾问团给意见 决策还是这个总理 候选人 他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他不是在领军 你在领军 你的4G就是 哎呀 你就是一个妈妈 孩子要去当兵 你还 你还请个工人 帮他拿 那个upper set 不是啦 你要让他嘛 他打赢了 打输了 他去打赢了 更好 恭喜 打输了 人民兴奋 就要经过 再进更艰难的时代 他打输了 下一期大选 他应该会做得更好 反正赢 一定赢了 所谓的打输 我在讲 赢得不漂亮 就是打输了 选战 如果赢得不漂亮 就是输了 哪不为 哪不为选区 就打平 哪回选区 就赢 输 更多的选区 就是输了 就是这样 但是overall 还是会执政的 因为你要超过 三分之 二分 二分之一 是不难的 对不对 选举 八九十十 你要一半以上 是不可能拿不到的 所以你是赢得漂亮 还是维持 还是更糟 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交给他们 做4G的 你就不可以给他 一个压力说 王勤才 你一定要赢的 比我还漂亮 那不对 那就是人家所说的 这个又没有心 到时候就说 哎呀 他表现得不好 所以我们不要他 他自己请罪 你这样不是给他压力 他疫情做得好 他财政预算做得好 他选战 打得不理想 不能够怪他一个 我们要先 所以我觉得最好 我还是交给他去打 老飞机应该降落了 应该安享晚年 他都讲了 我这七十岁了 张大哥要六十五了 我现在剩下 剩下一个月 过一个礼拜 我每天数日子 我像这种一届草民 又不是说我一退休 就好像可以安享晚年 我没有安享晚年 我还要为生活打拼 我先讲 只是不是很 非常非常辛苦 不是很惨 好像不会 省次典用 还是过得可以很自在 我的标准 那我恨不得赶快时间到 因为我有更多时间做别的 尤其是我明天开始要回去办公 每天来回车程两个小时半 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去 回家的时候 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回 这两个小时半 当然我不会闲着 我可以做很多东西 但是就是累 明白吗 大家明白吗 你不可以把那个来回的车程 当成我个人的exercise 我开始已经进入那种有运动 但是也是很担心 因为你现在来回车程都累了 回去又不会运动还是一回事 要坚持是不容易 然后我又讲我自己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问我 我会在问卷里面问大家 李总理所提出的两个 所谓的选举策略 那我们就说了 到底几十位选举 有人还是跟我坚持说 这个九月 我倒不能会这个九月 我看了那个总统选举 通常是明年 五六七月的时候 总统选举 我应该拿回上一个影片 我说如果总统选举 全国大选成为总统选举的前哨战 是没有道理 正常还是 总统选举成为 大选的前哨战 那还有一点 克里根正常 那如果你现在叫他借手 这个九月 今天已经要五月了 四五个月里面打选战 唯一的可能是 我们的李总理领军 或许不是九月到年底 到他七十一岁之前 他说七十岁要交棒 可能他要最终还是七十岁交棒 就是在七十岁的最后一天选举 那可能就是年底了 那有可能啊 总之这个新的团队真的 所以他 他说 如果要他持交棒 就是他领军 领军了才交棒 如果要立刻交棒 就由王寻才领军 如果你是王寻才 你选择哪一个 坦白讲 他是年轻人 他跟李总理有三十年的代购 四十九岁跟七十岁 二十一年的代购 年轻人当然说 你快快给我了 你给我 我真的有这个实力 我真的有这个权力 我选择我要的副首啊 总理讲 他由他来选他的副总理 他可以选几个 像过去李总理有选几个这样 你可以选一个两个都都在于你 然后你的内阁由你来组成 可能 当然不是 你要内阁是 你要打完选战 你才组内阁嘛 现在来临的内阁的 改变一定是由现任的总理去完成 那这个内阁的改变之后 其实我相信他们的整个的目标是 大选要引回来 所以我又要讲说了 环境发展部啊 不好意思 真的不理想 我今天 我今天去老实讲 改变很多 我今天就在游车水 熟食中心 我本来要拍照了 后来我不要拍照 坦白讲 很清洁 所有的那些收宛处哦 干干净净 问题是 整个 游车水的熟食中心 它的设计 已经有问题了 热闹的地方 很热闹 生意很好 电梯一上去 那个浮动电梯一上去 一看到的都是那些摊位都是 哇 设计很好 四个颜色嘛 青色啦 什么黄色啦 四个颜色区 偏僻的 奸言的 就很少人的 那我想要去青色的 那个区块里面 去吃那个鱼头 然后那边有一滩 很著名的 沙爹 如果你们 不懂要去哪里 走青色的 走到维维那边 你就可以看到 有卖沙爹的 卖凉茶的 然后有一个卖蛋糕的 蛋糕对面就是一个卖竹草的 它的鱼头啦 也那种蒸鱼啦 鱼头啦 看我